外交部長吳釗謝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迎接捷克參議長 維德齊率領的八十九人訪團 雙方官員見面時 以親碰彼此手肘來代替握手打招呼 捷克訪團搭乘華航包機抵達臺灣 訪團成員還包含副議長 八名參議員 布拉格市長赫瑞普及許多文化科技界代表 身上都別著臺階友好的小徽章 維德齊很感謝臺灣熱情接待 並表示到達臺灣很高興 維德齊特別感謝臺灣在疫情期間捐口罩給捷克 捷克參議長維德齊這六天 將會在政大立法院發表演講 拜訪工研院 並參加AIT舉辦的供應鏈論壇 此外也將會見總統蔡英文 而臺杰友誼聲溫 是令中共駐捷克使館跳腳 不過先前歐洲議會以及美國 加拿大 澳洲等一共六十八名國會議員 已經發表過國際聯署聲明 嚴厲譴責中共對捷克行前施壓 並呼籲民主國家領導人加入聯署展現團結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黃燕玲 桃灣桃園報導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黃燕玲 桃園